送病的归途 下面尊 哎 老王真死得可悲 现在让他好好的独自困在会馆里吧 连日你我为了他的病 真累够了 该去散散才是 快 一到到什么地方去看电影好吗 怎么 没有什么 我想起陶渊明的诗了 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鱼杯 他人一哥 才送朋友的桑回来 就去看电影吗 那么依你说 我们应该留在棺材旁边 留泪陪他 或者更进一步 生起和他同样的病来跟他死掉 这是笑话了 老王有知 也绝不怨我们如此的 你看老王的夫人这几天 虽然哭得很厉害 再过几天一定不会再哭了 何况我们是他的朋友 人到了死的时候 父母妻儿朋友 远都是无法帮助的 启淡死的时候呢 活着的时候 旁人能帮助的 也是极浅薄 极表面的一部分 真正担当着这一切的 还不是这孤零零的自己 人本来是一个个的东西 想到这里 我觉得人生是寂寞的 你这寂寞和普通 所谓寂寞不同 颇有些宗教气了嘞 啊 这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寂寞 宗教的起因 也许就为了人类 有这种寂寞的缘故 我现在尚不信宗教 我只想把这寂寞 来当作自爱自愤的出发点 反正人是要靠自己的 乐得独来独往的干一生 好悲壮的乞丐 1935年1月 选自《夏缅尊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请大吴宾 Man